你去哪兒啊 各位 各位 靜點 不是吧 看看 去哪兒 他是鴨子神獸 看看 就是他 偷了我的黃金器能量 唉 鴨子神獸是大盜之王 他一直都要避開追捕 他是我們獨鴨暴落的偶像 你看清楚 他是幫獨協暴落做事的 什麼 怎麼可能會這樣 我想這一切都跟我有關 其實在我未成為偉大的神秘車手風影之前 我只是一隻被流放的獅子 一直在外域無所事事 有一天他們突然出現 腹妖 邪豬 毒蝶向我攻擊 我真的怕了他們 我為了要保護自己 所以開始參加比賽 爭奪黃金器能量 我被流放 所以要隱藏身份 我用贏回來的黃金器能量 創造規格 以及保護我的山洞 我一直收集器能量 希望可以把山洞的場圍高一點 但是看來沒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毒蝶暴落已經控制了 大盜之王 鴨之神獸 不可能的 我們的毒鴨是會偷東西 但絕對不是壞人 其實與你們無關的 因為一旦被毒蝶斟中 他就可以控制你的思想 這點是我幫其他神獸 做規格的原因 你說控制思想 你的意思是像操控刺花 這樣貼著人 就可以控制他 你說什麼 沒什麼 我只是隨口說而已 我剛才只是在想其他東西 怎麼也好 幸好我有帶到秘密武器來 什麼秘密武器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 是什麼秘密武器 那就不是秘密了 好吧 拿斯達熟識這個山洞 魔道丫和我會跟他進去 至於其他人 就跟著我 攻擊拳 住住 絕對不可能被任何人殺破 知道了 蝶紋巾 驚奇 已經說不可能被任何人殺破 怎麼會的 我猜應該是 你在哪兒 有提議嗎 有 我一向喜歡走上路 他抓我了 真可憐 你這個愚蠢的入侵者 現在已經受到我們的控制了 馬上給我攻擊你的朋友 啊 哈哈 這裡也不是好 也沒辦法阻止到他睡覺 抓住鬼